如果一个人在一趟旅程中可以带回一件纪念品 那么你会带回来的是什么 从你走后时间他离开了我 给我孤独没其名叫做自由 慢慢变成一桌子 这是我们电台第三期节目的预告片啦 欢迎大家收听 在本期预告片的最后呢 我们会送上神秘大礼 绝对令你意想不到哦 想知道是什么呢 那就耐心听下去吧 你会不会比较容易吵到我 给我一把钥匙是否呢 寂寞任后手牵手 你知道当花盆泪与赏马尔埃洛西 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我知道所有人的解决 却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 难道这就是老天为我准备的结局吗 我对别人的事很兴趣 呃好像不太对哦 那当周一鸣遇上刘诗诗呢 呃喂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大家周一鸣 大家好我是刘诗诗 哇好期待当他们一起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测试 只要五秒钟 就可以知道男女之间彼此有没有爱 这么生气 看到你眼前 我最想了 我是因为真的爱她 我最想了 还是因为在我想了结婚的时候 遇到了这个人 最近那种旅温是旅行让我认识的世界 现在我才发现 描小的我们反而是透过世界 透过旅行来认识我们自己 哇面子会咬亲耶 不只是这样哦 下面掌声欢迎回爱的大boss 大家好 我是回到爱开始的地方导演名叫谦 我即将在与你相约609电台 为你们带来周一鸣与刘诗诗 在拍戏现场的小趣闻 与你相约609电台第三期主题活动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时间为8月17号 晚上8点 在歪歪电台电台号69530134 请你们准时收听哦 好啦预告片结束啦 是不是被我们的神秘大理惊呆了呢 没错 就是我们的林孝千导演呢 也会在电台与我们一起分享 周一鸣与刘诗诗拍戏时候的小趣闻哦 如果不想错过呢 那就准时守候在与你相约609电台 歪歪频道69530134吧 我们不见不散哦 这些都是我 在怀念的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